那么过去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类似的操作手法 不知道这次是不是 过去有很多 这个消息一看就是政敌丢出来的嘛 因为说实话 你没有线索 狗仔队我们在新闻界都知道了 你狗仔队这个满天 这个大街上去堵 你堵得到谁 堵不到 大部分的一些独家呢 都是有线索的 这个线索呢 百分之九十九几乎都是准的 以前狗仔队说呢 他只要接到这个民众打电话 民众打电话通常讲话很间断 我告诉你 几月几号在中号通路的哪一段 有谁谁在那边 啪哩把电话挂掉 他也不会等你去跟他查证询问等等 但是你就去 一定会拍得到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王定宇这个讯息 我们看到这么清楚 每一天都拍到 每一天几乎都有 很多人怀疑说 会不会又是一个政坛上的一个斗争 我觉得这个也不无可能 但是我必须说 当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呢 一方面觉得蛮劲爆的 二方面觉得蛮好笑的 蛮好笑是那个分租拿来做借口这一件事 这件事真的是我觉得笑掉大牙 但是第三个刚才就是秀芳讲的 它是不是一个可能的政治斗争 未来一定会被王定宇 党内外的对手拿出来做一个话题 这肯定的 但是被爆发的这一点 我倒不敢那么肯定是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是现在我们社会真的是 大家觉得比较无所谓了还是怎么样吗 我觉得颜若芳跟王定宇这种做法 实在也是太不避讳了一点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颜若芳就是那个区选出来的议员 对不对 他又是真的是一个美女议员 他就算戴个口罩 大家认不出来他吗 那王定宇是谁啊 王定宇并不是一个小咖的立委 不管你是喜欢他也好 讨厌他也好 其实我认为全台湾讨厌王定宇的人 得人数可能超过喜欢他的人数 但是那个感情是很强烈的 因为王定宇是一个很容易惹怒大家 那种形态的政治人物 那他那个脸就算你戴着口罩 你也不可能不认出来啊 然后两个人在大同 大同不是一个豪宅很多的地方 在大同很豪宅的地方 这样出双入对 对不对 什么送早餐啦 干什么啦 啦啦 扯扯啦 然后一个礼拜五天 他这个事情 什么时候他才去租的呢 去年11月他才去租的 对不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算真的做婚外情 你情难自禁干什么 可是你两个都是公众人物 通常我们讲说搞这个婚外情 一个是公众人物 已经非常难以承受了 两个都是公众人物 那个引爆量是乘二的 而且刚才洪威讲 确实有一些绿媒 常年跟王定宇关系很好 他们现在想要帮助他的方式呢 就是掩盖这个新闻 可是现在是什么时代 现在是新媒体时代 什么人是从电视上得知 不是啊 我是今天早上 一打开手机 我的LINE上面 就噼里啪啦都是这样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已经 他这个事情 不是今天早上的 那个周刊才出来的新闻嘛 我才9点多 人家那个梗图就做好了 就已经做了一个梗图 当时一个梗图来 我以为是一个那个什么 恭贺早餐图那种 就是早餐图那种 那个长辈图来的 长辈图那种 因为王定宇那个脸 就长得很像长辈吧 我当时第一时间 我以为怎么会来一个 我都想说这个群组 是不是传错了 我怎么会收到一个 跟王定宇有关的长辈图 结果我认真一看 不得了 那然后呢 我第一时间我想说 梗图都出来 它是不是一个旧闻啊 没想到它简直是一个新闻 就今天的新闻 当然会出现这种梗图 也许就是有人已经计划好 可是我觉得他们也是 太堂而皇之了 他那种做派 选的地点 然后一个礼拜 五天住宿在那里 然后两个人都不避讳 一起开车去立法院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明摆着 叫大家来接报吗 就算不是狗仔队 我看附近邻居那个拿个手机照相的 可能也不少了吧 这个怎么会需要狗仔队呢 好像巴不得说来爆料 来爆料 你如果真的要这样讲 我都在想说 他是不是有苦难言 没办法跟老婆说 说不定要利用这方式 逼迫大家知道 这么残忍 这老婆可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可是没有人 可是他如果真心想保住他的家庭 或者是怎么样 那总是要做的怎么讲 做的客气一点吧 做的隐秘一点吧 做的这么 好像公告周知 这样好吗 我觉得其实 从他这种做派 也会让 他的家庭 还有一些人 可能也会觉得很伤心 确实 这个 你为什么笑 汉婷都会笑得那么开心 不是 因为刚刚永平姐这么一讲说 她的可能是要跟 对原配某种的宣告或什么 这样一讲 我就觉得马上那种肥皂剧 跟那种乡土狗血连续剧的 那个剧情的氛围就进来了 因为我本来呢 对于这种政治人物的婚外情 或者是爆料 然后那我还是站在比较阴谋 斗争 权谋的这种角度来做解析 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点爆呢 因为他从去年的12月 就已经拍到了嘛 而且去年12月的时候 证据其实已经非常齐全了 最近我们才看到的是说 他是稍微补了一下 这两周的照片 这两周的画面 但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 进进出出各种的照片已经有了 为什么这个时机点才爆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那再来呢 其实通常媒体掌握这一些的证据 然后他一定会跟当事人求证 在求证的过程当中呢 往往也都是说 你愿意花多少钱来 把我这篇报道给买下来 我就不会去报道了 好 我当然不是说王定宇他们有去谈过 我说通常我所知道的媒体的规则是这个样子 那么所以有一些新闻呢 就真的就被盖下来了 像我们有一些传闻 传闻 传闻 传闻呢也是在台北的 就是新潮流的 好 两个人呢 去摩铁 最后的这件事情呢 就被压下来了 好 那么第一种呢 就可能价格谈不拢 所以才会被报 第二种呢 是因为他觉得 诶 我有事无恐 因为你们的证据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 我是清白的 所以随便你们报 我根本也不用给钱 所以也不用花钱了事 那第三种可能呢 就是他清楚的知道 这篇报道就是有人要搞我 所以我花钱买 我也消不了灾 对吗 因为对方肯定是出了更高的价格 才会找狗仔队来拍我啊 就是要把我给搞倒嘛 就是政治斗争 要谋杀我 所以我再怎么花钱也没有用 所以我干脆一毛钱也不出 所以最后这个报道才会上来 所以基本上报道会出现 不外乎这三个原因 那么这三个原因当中 哪一个可能性比较大呢 那我觉得 比较大的应该是第二跟第三 就是假设我们是用这个常理 来推测王定宇的可能状况 不是说王定宇一定就是这个状况 首先就是可能他觉得靠山很大 可以开玩笑 我海派第一把交椅呢 我永远会老大呢 好不好 我当初都把张明星推倒在地上 我再推倒一个什么 我再把记者给推倒 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是说这个意思 所以他推倒别人 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他觉得他有靠山 那么第二个呢 是讲说 第二个什么 就是要政治斗争 所以他早就知道 是谁要搞他了 王定宇清楚知道 这篇报道的目的 就是要逗他 他也知道是谁要逗他 那么因为绿色的媒体呢 就是在今天啊 毫无作为 毫无动作 全部都装死 没有这则新闻 大家就会发现 中天转成网路事件 多么自然而且正当 而且必要的 正义的作为 一定要抖内中天 支持我们正义的声音 不可能用钱 把我们盖掉 所以你看其他的这些媒体 这些媒体就是全部都不盖啊 全部都不报啊 那么唯一有报了 我看到有一则 自由时报报道了 他的标题叫做说 王定宇 这是什么 要角逐台南市长候选人 类似这样子 所以编辑给他下的标题 就影射说 这则报道可能是台南市长的 竞争对手干的 那么台南市长的竞争对手呢 有谁 第一个呢 当然是现任的黄伟哲 那再来一个呢 就是陈廷飞嘛 是郑国会的 所以觉得说 有可能是这个郑国会干的咯 然后或者有可能是黄伟哲干的咯 但是标题归标题 内文归内文 在这一篇报道的内文里面呢 基本上他是比较 肯定王定宇的表现 就讲说王定宇啊 什么曝光度很高啊 一个正常的报道 根本不需要去讲这个 所以这篇报道 其实就是 亲近或护航王定宇的人 来帮忙带风向用的 那么在这一则的报道的最后 是讲说 因为先前的立法院的 这个总招之 招伟之争 是跟罗智政有了争执 所以呢 党团对于王定宇有所不满 那这个话不就是说 影射 有可能是罗智政干的 但人家罗智政自己也有大北文啊 不是党长干的 打呼不开提打呼啊 对 但因为罗智政自己也曾经有绯闻啊 而且就是 党团的这种事情 根本不可能说早在 几乎半年以前 然后就下令要去跟踪 就不可能嘛 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是 写报道的记者 有心护航 但因为他不知道该怪谁 所以随便怪 好 怪给罗智政 怪给党团 因为罗智政是阴系的 其实我跟你讲 今天网友各自表示 很多网友就说 这一定是共产党的阴谋 你知道 他有人说要怪马英九 那个汉庭讲罗智政这个 我真的要帮罗智政讲两句话 就他绯闻也是真的 那对象呢 是他的那个助理 然后他也让他太太很伤心 可是罗智政 人家弄绯闻 他是真的掩护很多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一段 就罗智政他又戴眼镜 又戴帽子 又要试图易容 这个就成立十足了 对不对 然后他要跟他那个助理 去那个摩帖的时候 还这样子绕了好多弯 那试图摆脱到 那个狗仔队的追踪 对不对 然后他进去摩帖 也是属于 不是堂而皇之的 这样子希望能够 心中还有点愧疚 对 就希望能够 不被人家抓包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就说你至少还表态一下说 我这件事情是不太对劲的事情 我不要这样做 我就是分租啊 你怎样 所以我光免堂皇啊 是啦 好啦 早安我已经开始台北的工作了 大家加油 这个分租的概念 我觉得实在是 所以不是网友的讲说 因为他八千块嘛 我就想说 在大同区的豪宅里面 有个八千块 那个行情 真的是老实说 现在台北市的社会住宅 都没有这种行情 还要包早餐 还要包接送 包早餐包接送 那所以有很多人在那边 应该是这个朱学恒 在那边算他们说 哎呀这个真是一个实现 这个民进党的轻盈共居的 这个社会住宅的政策 就算他们这个东西嘛 所以我老实说啦 我觉得这件事情 因为刚刚讲说 会不会是党内互打 会不会是党内的派系的斗争 老实说啦 党内就算要逗你 你不去住联络帮的房子 人家怎么去逗你啊 那我认为这些的说法 我比较认为是 应该有刻意的人 在特意带风向 因为你如果讲说 什么这个台南市的市长之争 你想想想看 黄伟泽应该是他连任吧 黄伟泽应该是连任 所以你讲到说 跟你要什么角逐台南市长 我觉得远的很了 而是说今天就是 王定宇你是不是 有这样的一个作为 因为刚刚讲就是说 你说住的地方 在立法院有给你大安会馆 有给你台北会馆 你在台北会馆有两间房子 那我觉得很多 你立委站着毛坑不拉屎 因为你今天 这个台北会馆的这个房子 不管他的维护啊 或者他的清洁打扫 对不起啊 也不是你王定宇 自己出药包 药包出钱对不对 也是这个利用公堂来出钱 所以你站着那两间房子 然后呢你现在说 每个月用八千块来住一个 所谓的什么共居分租 实在是太离谱了 所以刚才不再讲 因为我对不起 我比较晚来 可能没有做到这个 我们的造句 我真的觉得这个造句 就应该是应该是说 就是说突发的情欲事件 同居同车就很正常了嘛 对不对 今天又有 说实在立法院还有公务车 你知道以前还有一些立法委员 他如果坐公务车来上节目的话 还被人家批评说 你怎么可以坐公务车上节目 上节目是你的事情 你不能坐公务车 他现在还有公务车啊 还是有委员会调住公务车上去 我要讲就是因为在立法院里面 中南部的立委实在太多 所以不管住宿的问题 或者是你车子的问题 通通都会帮你解决 结果你现在就又是住这个美女的房子 这个睡美人房 然后又那个 又美女来接送你上班 这个其实都非常不合常理 然后有没有时间让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刚才还去看那个王定宇的脸书 那时候大家有讲 有新的吗 没有新的脸书 我觉得因为我特别看 他3月5号 因为他常常去打卡 有没有 他常常在那个说 加油今天的台北市 或今天的台南 那3月5号当天 他还在台北车站打卡 然后说台北上台北什么18度C 什么什么加油啊 一天的工作啊 因为要告诉他的这个 这个FB上的看他的人 说他多么勤奋的工作 结果呢 事实上3月15号当天 他是住在盐洛芳的家里 他根本他不需要去北车 你就去北车干什么 你有乡车直接把你送到立马医院 你干嘛还要去北车呢 你看他还在那边打卡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就演示行踪啊 没有 所以有人讲说这个打卡 是不是要打给他太太看的 是不是要打给他太太看 我在北车 可是他太太都知情啊 对不起 我其实在乡车上面 但是我告诉你我在北车 这打卡是不是打给他太太看的啊 打给支持者看的吧 他不是说他太太都知情吗 我本来是以为他用打卡固定都是造假的 比如说我前几天早就po好了 然后只是显示 我很早起床来工作 但其实每天可能都没有那么准时啊 或者什么的 结果媒体一拍正好是这样 而且不仅是不准时 而且地点也不在那里 他根本就在别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放大显示 不是每一个政治人物跟你说早安 他那个时候真的已经早起来工作 他可能是早起才准备要工作而已 或者可能是昨晚已经工作完了 那另外一个话题是说 我觉得如果从婚姻的这个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那我觉得他太太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呢就是他非常的爱他先生 就是真的觉得先生清白 真的是分居 真的同居分租 了不起 这个了不起的真爱 那第二种状况呢是什么 就是说不爱他先生 但是清楚的知道 这是一个政治事件 那我记得以前过去读到 忘记是美国的哪一段历史的时候 就是政治人物的太太 明明知道先生有婚外情 然后也知道了先生的政敌 正要拿这件事情来作为攻击 但是这名太太呢并没有生气 并没有发怒说要离婚 而是干嘛 而是跟先生说 来解决一下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处理 怎么来做这个公关危机 最后就是夫妻啊 一起来道歉啊 然后一起大团结啊 什么合作啊 相亲相爱 整件事情就结束了 那后来人家才知道 原来其实他们夫妻 早就若即若离 早就没有感情 只是为了政治 但是现在已经2021年了 大家都不希望再演这个戏吗 特别昨天是3月8号妇女节 不觉得对比起来是格外的讽刺吗 事实上今天 他这个同党的一些同志 被记者问到 有些真的是憋不住笑 有讲的真的也好好笑 因为我们都讲说那个 立法院有立委会馆啊 你为什么要住这里 立委会还不要钱啊 人家以前台南市长 这个黄伟哲 在当立委的时候 他好省 他真的他也不去住旅馆 他一定都是住这个会馆啊 会馆说实话啦 虽然不是很豪华 但是也是应有尽有 毕竟招待立委 也不可能太怠慢嘛 但今天有同党同事说 那个会馆是漏市 所以要念漏市民 今天念了一段漏市民 差点把我给笑昏了 我们来看今天大家 怎么考虑这件事情 那据我住在会馆的经验 的确我们宿舍的设备 是比较简陋啦 那就是说有一些人 可能不见得住的习惯 住在会馆里面 当然就是要读那个漏市民 山不再高有先则民 四四漏市为无得心 所以其实真的是 比较一个简陋的一个环境 他去租盐洛方的房子 那因为上个会期 其实过去一年 我一直在讲 一个是囤房税嘛 居住正义 一个是囤房税 一个是租赁市场的地下化 那所以 是不是要请盐洛方要缴税 还是 如果王定颖有缴税 有缴房租给盐洛方 那盐洛方是不是 就一定 应该也要缴税啦 那王定颖委员跟盐洛方发言人 他们两位都是很长期跟媒体互动 然后也都是一个很知名的公众人物 那我相信他们这个分租这样的一个决定 他们应该有想过说 如果外面知道会是怎么理解这个行为 目前他们是说 因为是同乡关系嘛 分租了一段时间 家人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 然后如果外界还有疑慮的话 那我是建议他们两位都可以去公开说明 这不回答 一般来讲我们关心的是委员的问证内容 在公共政策上议题 至于委员个人其他的私人生活面向 我们一向不会去评论 除非是涉及到有 比如说像政党的党籍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尊重当事人的发言 就外人来讲也不明所以 所以不便评论 五十二岁的这个王定宇呢 分租了三十五岁的年轻未婚漂亮的 颜若芳的小豪宅 两人浴室只有一间 你怎么看 最近我就选六了 哈哈哈哈哈哈 当然当一个评论也还是要评论 我先跟大家讲 当事人今天王定宇委员就是原本在官庙一个行程 记者蜂涌而至后来就没有了 官庙现在目前大家讲凤梨 身为台南的立委 这是很重要的行程 那今天我知道他还有很多其他行程也都取消了 看起来他是先暂时避避风头 没有特别要讲这个话题了 当事人说没有 然后两兆都说没有 我看到王定宇的岳母 刚刚有跑出来讲说 他相信他的女婿不会 岳母跑出来 岳母跑出来 太太还没出来 还在 洪威姐 我们新闻圈 洪威姐果然是我们新闻圈的前辈 所以这个顺序很重要 顺序很重要 去去找 不要只有岳母去找 好那 重点在于是 我们不用去judge别人的私生活 可是因为两位都是公众人物 我就跟大家讲三个步 第一个步就是 男女分租确实不太适合啦 其实两个人都觉得没什么 有婚 如果说两个人是情女 就没有问题 一般像大学的话 男生女生也不会特别就 没事就 因为为了要凑数 女生跟女生合租 男生跟男生合租 比较常见 要不然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可能也会觉得 不喜欢 也会影响行情 所以我说不适合嘛 男女分租不适合 第二个就是说 立委分租 他不需要啊 他根本不需要分租 因为立法院 原本还有三个会馆 在225席的时候 大安会馆有两个 台北会馆在职务员后面 大安会馆有大安一大安二 那因为以前立委有225位 他现在已经变113位 所以呢大安会馆的二管就取消 但是大安会馆 再加上台北会馆 那个房间数也超过100个 现在只有113个立委 那新竹以南的立委才能够去登记 我知道立法院的一些过去的资料 就是王定宇委员 他是有在台北会馆登陆了两个房间 那这个是不用钱的 所以我们在讨论说柯文哲 什么老亲共住 亲盈共居什么的 还有房租都可以讨论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 观众朋友你们先不要太激动 除了哈哈之外 立委他在台北市真的有 比如说要假洞 一早七点就要去登记 那你说台南高雄 他前一天来 然后他就睡在台北 那他睡哪里 早就已经给你准备好立法委员的 立法委员的大安会馆 台北会馆 还有他自己就是 当然你说设备 现在是已经到了需要整修的时候 可是绝对会比平价旅馆更好 而且还有警卫在门口 那所以其实 其实党内的人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那就讲第三点 我们为什么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今天周刊会去跟他 而且看起来那个是已经 至少拍超过一个礼拜以上 就是一个月以上 放一个可能是固定監視器 就一直拍了 为什么他们会去拍 那如果你不知道我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那是谁告诉周刊要去拍 只有党内的人知道嘛 所以其实我说两个层次来讲 私德也好 或是怎么样 这个跟我简单这样子讲结论 因为刚刚那个消防姐有cue到说 那是陈廷飞是不是要去租 黃伟哲是高雄市 台南市现在的现任市长 民进党有个惯例 是现任的市长优先 但是他并没有说 一定就是不能挑战市长 不然的话 蔡英文总统也不会被 賴清德在总统初选的 连任那一次还被挑战 那现在 黃伟哲市长 因为去年的 马来西亚的女大声事件之后呢 他的民调有往下滑 可是陈廷飞跟王定宇 上一次在初选的时候 为什么是 黃伟哲选台南市市长 是因为初选的时候 陈廷飞跟王定宇都输给了 黃伟哲 但是 陈廷飞跟王定宇在那次初选 他们两个加起来的票 是超过黃伟哲的 所以如果说陈廷飞跟王定宇 有一个退出 下一次二零二年的党内初选的话 那那个还有参选 而另外一个退出人 他就有可能赢過黃伟哲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 跟政坛里面的内部的竞争 可能也有关 但我要讲一点就是說 内部竞争是一回事 如果真的没有这些事情 可以让大家去跟拍 或去爆料的话 也不会到今天要讨论分租 亲吟共居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所以这个我就只好选六了 就说哈哈 其实立委是根本不用去分租 这点先跟大家说明白 他有地方可以住的 只是他没有去而已 好我们很快的扫一下 这个王定宇嘛 三届议员 两届立委 他跟这个袁若芳 两个人都属勇言会 就是之前海派转型过来的 韦翰讲的没有错 我们看到 这个立委在台北是没有 不愁没有地方住 但是当然了 没有办法很豪华像五星级 所以立委许志杰 今天念起了这个陋世民 也让大家哈哈哈哈笑了很久 还有呢再扫一下 再给大家哈哈一下 偷视金句事件部 王世坚记不记得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是接受选民服务 还有陈志忠记得吗 他说有召集就退选 但是后来法院认证 还有这个呢 立委罗智政 他说怎么可能啊 家人信任他也谅解 应该家里面讲好了 民主阿基师也很好笑 他就咻一下就滑进摩铁 超金句有没有超经典 咻一下滑进去 不是外遇 这叫巧遇 好这个最后讲 因为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最好笑 立委林显荣 前立委林显荣 他说因为他们上游 特别发现嘛 他说因为尿急啊 轮流上厕所 那么为什么卫生纸上 有一些这个DNA呢 他说因为他们上厕所 我王子 最后来说 这个限制 他说她在老家 那是上来 那是上来的